现在呢我们来进行水滴程式码的制作 好那水滴呢基本上呢 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喷壶的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浇水的时候 它会广播出水左跟这个出水右 所以水滴最主要就是处理这个出水左跟右 这个接受到这个广播的时候 要能够做这个水滴往下掉落 淋在这个花上或是掉落在地上的一个动作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 好那当绿旗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水滴的初始的外观呢是隐藏的 好那接下来呢 当它接收到喷壶送出来的出水左跟出水右的时候呢 它才开始出现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出水左的部分 好当它接收到这个出水左的时候 它要赶快移到这个喷壶的这个壶口 好所以它必须要移动到一个位置 好那这个位置是哪里呢 这个位置是相对于喷壶 所以各位同意到侦测的地方 好那在这边我们终于复制 好所以呢它是相对于这个喷壶 好那但是因为它是靠左边 所以它的这个实际的X坐标 会比喷壶的X坐标要小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各位同意要测一下 那老师测是70 好移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就可以出现了 好显示之后呢 我们要写一下往下掉的部分 好那这边的话一样也是做这个重复执行 好那它的动作就是这个 Y坐标的值做一些改变 好那因为是往下掉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用负值 我们就用腐蚀好了 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让它慢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等待 好等待0.1秒 好那但是不断往下掉 掉到一个点 譬如说当它小于这个160左右 它就要隐藏 隐藏就是它掉下去就不见了 好那在这边的话 各位同学可以在这边可以加一个条件 好譬如说如果 如果它的这个Y坐标 好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的这个Y坐标 小于 好譬如说小于负的160的话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隐藏 就不见了 好那同样的 在这边除了这个条件之外呢 还有别的可能性 好譬如说这个水滴碰到了花 好那水滴碰到花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呢 好一样的 我们这边加一个叫如果 好我们先写在旁边 好如果碰到了花一的话 好如果碰到花一的话 好那如果碰到花一的话呢 呃它基本上呢 呃一样也是呃隐藏 好这样感觉有点像在浇花对 但是不要忘记了好在这边呢 之前呢我们在做这个花的时候有一个叫快乐意的变数 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数呃做一个改变好我们要帮他加一 好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复制啦 不是只有啊花呃第一朵花这样子 所有的三朵花都是一样的 好所以碰到花一 好碰到花二 好碰到花三 好那另外呢 它的这个变数呢就快乐二跟快乐三 好那我们就把这样子的这个条件呢就把它加进去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这个出水佐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复制啦 好我们稍微缩小一下 把它整理一下 好那在这边呢呃出水呃 呃呃跟出水佐其实最大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这个初始位置 好这边的话我们是用这个减法好那出水又的话我们就是变成是加法 好因为它的出口就在另外一边 好那这边的话同学可能要测一下好那老师测到是70 好那基本上呢这样子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洒水器的这个程式的撰写 好那边 感谢观看